Hello大家好,这里是穷电影 却不像姐姐那么喜欢冒险的故事 胖乎乎的助理 从外到内的性格 都像是小时候帮里面坐在地牌 经常被欺负的害羞小男生 而哄玩孩子们 妈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和爸爸讨论孩子们的成长问题时 爸爸的办公桌和妈妈的梳妆台 突然变成高科技间谍追踪显示屏 原来妈妈每晚和孩子们说的睡前故事 居然都是他们的真实经历 因为组建了家庭 要给孩子们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 爸爸妈妈已经退出间谍界好多年了 但是打心底热爱间谍工作的夫妻两人 其实都有着来自心底的深深遗憾 从曾经作为间谍时的无所不能 到现在连两个孩子的内心世界都无法探寻 两人开始感觉到助于父母的戳败感 同时也越发想念曾经的间谍生活 也许是出于职业病 卡蒙和助理每天早上 都有父母安排的间谍体能训练 这对党小事之简单的助理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做不好的话经常会被姐姐笑话 也许这也是助理不喜欢间谍故事的原因吧 但是作为一个小男孩 每天必追美国版的天线宝宝的儿童节目 这也让父母觉得特别的头疼 就连爸妈送姐弟俩去上学的路上 助理也不忘在车内欣赏天线宝宝 甚至把天线宝宝的菲利普当成了自己的偶像 当然这也换来了姐姐的一脸嫌弃 父亲将孩子们送到学校 并嘱咐助理不要忍受别人的欺负 要记住自己是科特斯家的人 但是助理访问 科特斯家的人有什么了不起呢 然后沮丧地走进学校内 而当爸爸看见助理的确在学校里面受其他孩子的欺负时 虽然很想让助理知道 自己是一个能够保护孩子们的间谍英雄 但作为间谍也意味着不能暴露身份 所以助理对现实的失望 让他更加迷恋天线宝宝和菲利普 然而画面一转 天线宝宝的主持人菲利普居然和军火商人勾结 菲利普承诺给军火商人制造全世界最厉害的军队 但是投资了大量金钱的军火商人李斯普却不太满意现在的成果 除了一堆被变成天线宝宝的变种特工 还有一群不会说话 不会思考四肢发达的儿童机器人 面对大发雷霆 想要撤制的军火商 菲利普决定要改进强大的儿童机器人 而此时送完孩子的父母 也接到了退隐江湖以来的第一份间谍任务 确切的说 这份任务是爸爸的 因为父亲的间谍同事 一个个离奇的失踪 谁也找到了爸爸 希望能够查出事情的真相 但是妈妈知道了 要求爸爸不要抛下他 自己去执行任务 与其说是担心爸爸 不如说是做家庭主妇太久 太想念曾经的间谍生活了 两个人请来了之前的间谍好友 菲利克斯伯伯来照顾朱尼克卡门 换上了间谍标配的黑夹克 坐上了高科技跑车 夫妻两个简直要嗨方天了 但是他们出任务 似乎只是隐蛇出洞的一场阴谋 帅不过三秒 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已经被俘虏了 此时家里的报警器响了 菲利克斯伯伯如临大敌的将孩子们 带到书柜后的密岛里面 并设置好了定位坐标 让孩子们坐密室里面的快艇 去南美洲的安全屋 才刚走出密室的菲利克斯叔叔 就被一群黑衣人给袭击了 朱尼和卡门 这才明白父母真的是国际特工 一切可不是游戏 在黑衣人找到密岛的千金一发之际 姐弟俩终于发动了快艇前往安全屋 当然黑衣人们也紧追其后 在切换快艇的自动航行模式后 姐弟俩终于甩开了黑衣人的追踪 而这边被俘虏的爸爸妈妈 在监控里面看见儿子节目里面 特别喜欢的天线宝宝 原来这些天线宝宝 就是他们一直寻找的失踪特工 两个小时的航行后 朱尼和卡门也来到了安全屋 虽然外表破烂 但是屋子里面的装备 可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除了食物和个股的纸币 最让我觉得不可惜的是一种 压缩饼干一样的食物 在放进微波炉后 就可以瞬间变成汉堡薯条 姐姐对于这一切 觉得惺惺好奇 但是弟弟显然还是 接受不了这种莫大变故 而爸爸妈妈这一变 则是靠着戒指中的小机关 成功逃出了监牢 但是却迷失在虚拟房间中的陷阱 菲利普还顺便吐槽了一下 两个人的能力 已经大不如无前了 在焦虑的过程中 夫妻两个发现 菲利普抓这些特工 甚至想对自己的孩子们下手 都是为了特工组织 12年前的一项智能研究 地上大脑 画面一转 菲利普已经派人 来到了小孩子的安全屋 姐弟俩正在研究父母 留在安全屋里面的 各种间谍高科技 装备也不亦乐乎 却发现 一个自称是妈妈特工同事的女人 带着一群披风男人 进入了安全屋 这位女特工告诉卡蒙 菲利普抓了他们的父母 并让他们回想一下 父母在临走前 有没有交代什么 祝尼听见女特工说 自己的偶像是坏人 满脸不高兴地向窗外走去 也正因为这样 他看见之前追赶他们的黑人 正在破坏他们的快艇 当祝尼想要告诫姐姐时 却发现这群入侵者 已经找到了第三大脑 此时卡蒙反应过来 对方根本不是妈妈的朋友 但对方已经背上了火箭飞行器 带着大脑逃走了 卡蒙也紧追其后 但是因为有一个运动白痴的弟弟 加上身后紧追的黑人 卡蒙的这场空中标车戏 可谓是惊险刺激 好不容易追回的第三大脑 也甩开的黑人 当姐弟两个在公园里面 讨论怎么营救父母时 却发现自己身上 机器人小孩 虽然不能说话 却力大无穷 最终抢走了第三大脑 丢了第三大脑的姐弟两人 根据安全屋里面带出来的照片 找到了自己的亲大伯 一个专注于间谍高科技设备发明家 当卡蒙向大伯求助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救出爸爸妈妈 大伯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作为一个哥哥 从小要求被照顾弟弟保护弟弟 这让他觉得十分抓狂 于是他只是带着两个小朋友 参观了一下自己的间谍高科技发明 并且只答应收留他们一晚上 卡蒙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在白天参观的过程中 了解间谍用品的技能 并在晚上趁大伯睡觉的时候 偷偷翻越飞行器的说明书 在凌晨之间 终于一切准备妥当 他们开走了大伯 引以无要的飞行器 踏上了解救父母的真诚 而这边 菲利普竟然被自己的助手 明顿关进了虚拟房间 其实菲利普对倒卖军火 制造超级军队 根本没有兴趣 他只是想找投资商 赞助自己的儿童节目 可是没有想到被助手明顿利用了 原来明顿也是12年前 参加了第三大脑计划的科研人员 只是因为迅速不正被发现了 而被开除 而得到了第三大脑的明顿 开始大量生产 并且把这种超级大脑 安装在之前做好的 儿童机器人的脑子里面 得到了超级大脑机器人 不仅拥有超能力的身权 还有过人的智慧 更要命的是 他们还被做成各国的领导人 将军等重要人物孩子的样子 这分明是开了挂的黑画板的铁壁阿图木 卡门和朱尼也是一路大闹 终于找到了坏人的基地 因为姐姐嫌弃弟弟的洛基 弟弟对自己的不自信 这一路过来 两个人都走得凶险异常 在被儿童机器人追赶冲上后 朱尼误打误撞的走进了虚拟房间 在这里面 他看见了菲利普 朱尼告诉菲利普自己对他十分的失望 原来自己一直崇拜的偶像 居然利用孩子们的信任做坏事 甚至把善良的特工忙 做成奇形怪状的玩偶 而菲利普也阐述了 自己最想要做的 就是让孩子们喜欢自己的节目 他不想让孩子们失望 于是在互相配合和达成共识之后 两个人逃离了虚拟房间 也许是运气爆棚 两个人刚走出房间 就碰上了假扮大母哥的姐姐卡门 三个人一起来到了监牢 在这里他们救出了妈妈 和被明顿变成王偶的爸爸 菲利普帮助爸爸变回原来的样子 并且抓住了明顿 把他变成了三头六臂的怪王偶 那坏人也舔一把变形的感觉 但是超级大脑已经安装完毕 眼看着一切都来不及了 但是在菲利普的鼓励下 菲利普想到了修改大脑指令的方式 而一家四口被安排去 为菲利普争取修改程序的时间 这一路父母才发现 原来孩子们已经不需要他们的保护 而是可以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完成间谍人物的小伴手了 电了最后 菲利普在直接的鼓励之下 认识到自己的优点 并且成功地打败了两个 拥有和自己长相一模一样的超级机器人 影片在最后安排了极大花起的场面 大伯破窗而入 加入了四人组的队伍 共同对抗 由同开挂帮存在的机器人大军 虽然面临着强大的敌人 虽然一家人之间 有着不同的秘密和互相抱怨 但是却在最艰难的时刻站在了一起 这也许是电影想要传达给 各位观众所谓家的真谛吧 当然菲利普在最后一刻也修改数据成功 并且从此之后 江湖上出现了一群 成二羊上的阿桐木军团 而经过了这次家庭转动员 间谍界也出现了一个 以家庭为单位的激活团队 科斯特的间谍组 真的是一个也不能少 整体来说这部点还是很不错的 推荐大家去看看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去再见